拥有四大主题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航海时代特展 从不同的面向介绍深受海洋所牵引的台湾 这档展览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用更多元更宽广的角度来认识台湾跟海洋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特展里面我们会从航海史会从自然史跟生活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跟海洋的关系 从台湾茶叶及张老出口的历史案介绍 到随着海潮的涌动和数位转换的技术 透过智慧型手机你也可以加入策展行列 船舶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互动的装置可以挑选跟认识你喜欢的船舶 然后你上色之后就可以直接立即的投影在我们墙上 你也成为参展的艺术家咯 而19世纪的港口开放也吸引了西方学者们来台湾进行采集与研究 这也让台湾站上了世界的自然史舞台 在标本师的巧手下许许如生的各式标本得以保存 参观的民众也可以一堵珍贵的动植物标本 这也跟台湾博物馆借着这个台湾野兔标本 我们常讲说狡兔三窟 但其实台湾野兔它是不会挖洞的 它会利用其他生物的洞 这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台湾野兔也是台湾唯一就是一种野生的兔子 在台湾的自然发现史里面 鸟类事实上是占蛮重要的一个席位 过去这20年来 我们透过一些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研究 生学方面的研究 还有形态学方面的研究 大概平均每年都可以有一个独立的种被分离出来 所以到目前为止台湾的特有种已经有32种了 那这边事实上我们已经把大部分的特有种 都在这个展柜里面呈现出来 那不管是地资啊南富贤啊 还有就是深山竹鸡竹鸡之类的 那还有一些高海拔的像九红猪雀啊 金益白美这些都很值得来这边观赏的 还有可触摸号称三千分之一森林的苔显区 那每一种苔显它的形态其实都是很多元的 就是一些很美丽的 你会静下心来观赏的话 它就像是一个小小的三千分之一的森林 特展中也展出构树的研究发现 为南岛羽族起源于台湾的出台湾说 提供有力的佐证 树构这样的一个植物的一个DNA 这样可以探究原来南岛的这个族群 它的原生地是从台湾这边出发的 欢迎大家刚好利用这个假期 过来这边慢慢地看我们这块土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我们人类的生活改变了什么 特展期间活动多元 包括了植物标本制作 水下考古 茶叶包装体验 戏剧表演等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海科馆 一探台湾海洋文化的多元面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